接到父母电话时,姜牧野带着我去了趟寺庙。 无神论者跪在莲花刺绣的跪拜殿上,祈求我和他白手不分离。 接起电话时,我是笑着的,可挂断的时候,我哭道无声。 姐姐和姐夫车祸身亡了。 外甥于家豪成了唯一幸存者。 处理完后事,于家豪的爷爷奶奶和叔叔没一个人要他。 反倒一起跪在我面前,痛心疾首地求我,让我养于家豪。 我姐高中辍学,打工工我上大学。 她坐月子的时候,还是我伺候的。 我是看着于家豪长大的。 此时她坐在炕上,三岁的孩子,眼神是空洞的。 有时候突然一惊,就喊着要爸妈。 我同意了。 接我和家豪离开那天,江木也估计料到土路不好走,开了辆木马人。 他从车里下来,宽肩窄腰,往内一站,不看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 还从后备箱里拿出个箱子,十条中滑烟,被村民自行散了。 大叔大妈笑开了花,嘖嘖,滑紫,好烟。 瞧人婉堂的男朋友,出手阔绰,婉堂真是好福气。 江木也领我到一处无人的地方,仔细看了看我,然后一下把我摁在她怀里。 就这么个怜惜的动作,情绪就崩盘了。 我在她怀里,肆意释放,哭得撕心裂肺。 走的时候,人群中有人说话,带着些看热闹的嘲弄语气。 幸好婉堂已经有男朋友了,要不然黄花大闺女领着个孩子,这辈子算完了。 江木也已在车边抽烟,捶着眼帘,看不清表情。 送我和家豪回家后,他在我额边落下一吻,匆匆离去。 我忙着给家豪找幼儿园,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忙得不可开交。 没太注意,江木也已经好久不联系了。 晚上,哄于家豪睡了之后,我给江木也打了个视频电话,没接。 看着身边睡得娇憨的家豪,想到村民说的话。 我头一次对这段感情,陷入迷茫与不确定。 我和江木也,大二十确定的关系,当时轰动了整个校区。 他在七夕这天,一幅楼的广场前,摆了满满一地的鲜花。 他说,只要告白成功,鲜花就有围观人群的份。 所以,当我出现时,众人齐齐高喊,在一起在一起。 富二代,顽固子弟的头衔,并没有让他高高在上。 他单膝跪地,眼眸深情含着笑。 晚堂,做我女朋友好吗? 给我个机会,陪你携手与共。 我隔着火红的玫瑰,看那个仙衣俊俏的少年。 埋头苦学了二十几年的女孩,到底还是坠入了爱河。 和她在一起后,我才知道,江木也把她二十年来积攒的温柔与耐心,全都给了我。 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说江木也这回栽了。 栽在了一尊象牙雕刻的女神身上。 她对着别人横眉竖眼,对我满面春风,眼笑眉书。 她为了我洗手做羹汤。 生理期的我,窝在床上起不来。 她把我捞在怀里,用她温热的掌心,一下一下揉着小腹。 夜场能转五轮的人,电话直接免打扰,陪着我考证夜读。 我加班累急了睡在公司,她打不通电话,急得直接联系了公司总经理。 浩浩荡荡一群人赶到公司,确定我是睡着之后,又赶忙巧声吩咐其他人各回个家。 她把我背在背上,我迷迷糊糊地问,你怎么来了? 她拧头亲了我一下,你放心睡,哥哥背你回家。 回来,我听她司机说,她死活不用车,就那么背着我,仰着笑脸跟个傻子似的,背我回了家。 半梦半醒间,手机震动,惊醒了我。 姜牧也发来微信,她在洗澡,你有什么事,我让她待会回你。 这个戏码,不知看到过多少回,没想过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没回,锁了手机,整个人又隆在黑暗里。 毕业后,我在枫叶集团做首席设计师。 工作两年,副首付买了这个两师一厅。 当时姜牧也想送我一套,我拒绝了。 我一本正经地说,凭自己实力买的东西,才会有满足感。 万一哪天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至于流落大街。 她听我这么说,气狠了上来就堵住了我的唇,直亲的我犯迷糊,才放开我。 晚堂,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早上送家豪到幼儿园后,坐地铁去上班。 姜牧也打来电话。 万堂,声音像是沙纸磨过一般,阴雅中透出疲惫。 姜牧也,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 她说,万堂,我好想你。 我哽了一下,张口想回应,可又生生咽下去。 下班见一面吧。 我总得给她时间和机会,让她亲自和我说清楚。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但分礼仪廉连耻。 那边沉默了很久很久,传来的声线不稳。 好。 我提前一个小时请了假,接到家豪后给姜牧也打电话。 打了两个才接,晚堂,过不去了,有点事处理。 你没什么事情和我说吗? 姜牧也那边的动静不小,听着很吵。 她说,没有。 我合了下眼,再一次开口,晚上我去找你好吗? 那边沉默了一秒,晚堂,我抽时间找你好吗? 我叹了口气,姜牧也,我收到过一条微信。 姜牧也打断我的话,晚堂,我有事,再打给你,等我。 最终,夜里十二点,我也没能等到姜牧也的联系。 周六,我领着家豪出门,看见空了大半年的对门,今天有人搬过来了。 刚准备上电梯,有人喊我,白碗堂。 我回头看过去,诧异地站直身体,有老师。 游千瑞,四年的大学导师,是我们院里唯一一位刚研究生毕业,就代课的导师。 他出名到什么程度,就连他的老婆,都是学生议论的对象。 我两年没联系过他,此时见了,不免有些稀奇。 游老师怎么在这? 他吸着烟,咳了一声,我刚搬过来,看你好像是从对门过来的,以后就是邻居。 我挑眉,游老师怎么会搬来这里? 众所周知,游千瑞儒雅又绅士的外表下,还有一颗玲珑心。 他老婆是美院的艺术生,被他宠在心肩上。 为此,专门在美院附近花大价钱买了房。 他搬来这里。 我话刚落地,他眼神暗了一瞬,吸了口烟,又狠狠咳了起来。 我自知不对劲,没敢再问。 拉着家豪,岔开话题,家豪,叫叔叔。 游千瑞缓了一会,以着门框笑了,没想到你都有孩子了。 我尴尬地笑了下,不是我的。 可又不能当着家豪的面给他解释,就住口了。 游千瑞摆手,忙你的去吧,改天领着孩子来我家玩。 我和家豪顺势道别。 晚上睡下没一会,家豪脸红红的。 温度计一亮,三十九度。 我心一急,下意识就按了快捷键,响了几声,才反应过来。 我和家木叶之间,不明不白地断了联系。 他是想能处理,放任这段情感试曲,直到消融不见。 我盯着手里的手机,安安静静地,眼眶酸胀。 没时间多想,我往对门跑。 游千瑞打开门,神色不太好,一脸的眷容。 我急得声线都不稳,家豪发烧三十九度,我想送他去医院,可是。 没等我把话说全,他回身拿了车钥匙,就往我家跑。 回头交代我,别急,穿好衣服,拿好身份证,医保卡,手机,钥匙。 我跟在身后,瞬间踏实了不少。 送去医院挂上水,才觉得心累。 游千瑞闭眼养神,就算是坐着,都是板板正正的。 光照在五官轮廓上,隐隐绰绰像是雕塑般深刻。 他在极其疲惫的状况下,还是看得出尤为惊人的相貌。 浓密的睫毛头下一片阴影,显得眼底的青涩重了些。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也幸好是有他在。 估计是觉察我在看他,他睁眼,问我,家豪他爸妈呢? 我把手里的水给他拧开地过去,把家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 他眼神空洞,盯着一片虚空,听我说完后,眼神才恢复焦距。 白碗堂,我很敬佩你的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容易。 既然不能坐等暴风雨过去,那就学会在雨中起舞。 这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的,就一定给你最痛的,你的人生不会辜负你。 他说这句话时,沉浸在无法自拔的爱伤中。 那时,我并不知道,也许这句话也是在劝慰他自己。 我低下头,极轻地吸了下鼻子。 因为这几句话,委屈与心酸汹涌袭来。 游千瑞适时站起来,说去烫卫生间。 我哭了,泪水爬满脸颊,掉在家豪的手背上,溅起水花。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和孩子的未来,一定会很好。 游千瑞没有提到姜牧野。 大学那会,姜牧野的行为很高调。 凡是认识我的,没人不知道我和姜牧野在一起了。 像他那样心细如发的人,在我求助到他,再来医院半小时后,还没有见到姜牧野。 估计已经猜到了。 可我还是没想通,他为什么会搬来这里。 那样恩爱的一对碧人,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梳完液体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游千瑞用大衣把家豪拢在怀里。 身高极具优势的他,特别引人注目。 怀里的人不知嘟囔了什么,突然抬头试探地叫。 爸爸。 我一正,赶忙凑过去。 家豪。 小姨在? 这是游叔叔。 小姨带你回家。 乖,继续睡吧。 家豪低头往怀里拱了拱,没闹没哭继续睡了。 我抬头看游千瑞,发现这个距离不太适宜,往后退了退。 不好意思啊,游老师,家豪他,没什么,游千瑞打断我,已经很好了。 这种事故,后期造成的心理问题非常多,你平时多关注他心理需求。 我自己明白,但他额外善意地提醒,又让我多了份感激。 回到小区,出了电梯,灯一亮,家门口站着个人。 那弯曲的脊背一下挺直,看过来的眼神里,那么得不可思议。 等游千瑞走近,他好像才认出来,游老师。 游千瑞嗡了一声。 他帮我把孩子放回去,拍了拍江木野的肩膀,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刚搬来对门,有失电话。 说完就走了。 江木野站在客厅里,眼白全是红血丝。 可眼眸,反而显得很亮。 我坐在沙发上,呼了口气。 以为打算冷暴力处理这段感情的人,今天反而见到了。 我开门见山。 我收到过一条微信。 是真的,他更果断。 他盯着我的眼睛,我要订婚了。 我的心狠狠一纠扯。 疼了一下,攥着布衣沙发问他,为什么? 他没有闪躲,眼里此刻,尽是良宝。 成年人的爱情,不就这样吗? 遇见喜欢的人了,就想要个家。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身上顽固浪荡的劲儿,一下就显了出来。 他本就是这样的人。 我以为我足够不一样,足够能把控住他。 我太高估自己了。 我扯了扯嘴角。 行,我知道了,就不祝你们百年好合了。 江木也原本还平静地脸,略过一抹痛楚。 分明陷入胶着,却仍然强装镇静。 是啊,天之骄子,人人尚赶着攀附他,可我却毫不犹豫地放手。 理解。 他扫尸了一下家里,突然哑着嗓子问,我能再看看家豪吗? 别了吧,别再把他吵醒了。 他歪着头看我,眼眶红了。 行,那你,你好好,我很心打断他。 谢谢,我会很好的,放心吧。 他点头,往门口走。 忽然又回头了,还是笑,可那笑比哭还难看,我可真不是个东西,渣男。 早早忘了我,找个能接受家豪的人,你这么优秀,日子一定比我过得好。 这回,我笑出了声,不劳您操心,走吧。 我窝在沙发里,喝空了四罐啤酒,鼻涕流得太多,至今快用完一包了。 拿出手机一看,这才发现江木叶之前打了好多电话。 估计是没联系上我,直接来家了。 我无意识骂撒他的名字很久,胸腔处闷闷的。 罢了,最热烈的青春我试过,最笃定的话语我也听过。 中途下车的人多了,何止你我? 没家豪之前,世俗般配一说,在我这里行不通。 我不信命,只信我自己。 可现在,我需要考虑的太多了。 因为我不止想养他一时,我想养他一世。 在沙发上窝了一夜,还是被于家豪叫醒的。 马上起身穿衣洗漱,送家豪去幼儿园。 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是家豪的奶奶。 他在电话里问家豪现在的状况,家豪在那里是不适应啊。 乖不乖,懂事吗? 我说,挺好的,适应能力挺强的,家豪很乖很懂事。 他就笑,家豪是好孩子,谁带都能带好。 这孩子,到哪里啊,都能适应。 说了两句就挂了。 下班,我给班长发了个微信,拒绝了之前约好的大学同学聚会。 回去在小区里碰到游千瑞。 他看见我直接问,你怎么没去聚会? 说完想起什么,低头看于家豪,有这个小家伙在啊, 我领他去我家吧,你去聚会。 我赶忙摆手,这怎么好意思,你去吧老师,我就不去了。 他走出电梯,拉着家豪的手,侧脸隐匿在灯光的暗影里, 只窥见一抹深邃的轮廓。 我去了你们这帮孩子,怎么玩? 再说了,你还刚好能放松一下。 他也就比我们大四岁而已。 他回头看我,又说,怎么? 你不放心我呀。 我没再客气,低头就嘱咐家豪。 家豪,听叔叔话呀,姨姨尽早回来。 家豪舔着棒棒糖,笑咪咪催我,姨姨你玩得高兴一点,拜拜。 我过去时,十几个人围簇在一起,侃侃而谈。 聊了会天,几杯酒下肚,心里那股玉气才缓和不少。 身边的班长,经常搞搞艺术画展,在行业里已经有了名头。 按说,他是组织者,可他看着面色不渝,状态不好,一个进坐那喝酒。 突然,他坐在那里嘟囔一句,有老师真特么的可怜,原本今天就是想让他过来放松放松的。 我疑惑地回头看他,身边人凑过来,顺势和他聊了起来,是啊,我也听说了,老婆孩子一失两命都没了。 我一惊,煞时清醒,什么一失两命? 还没等到别人的回答,班长又说话了,真要是简单的抑郁正犯了,自杀也算了。 可是,我无法相信听到的,我根本就没往人死了上想。 想过最坏的,也就是两人离婚了,没想到,天人永格。 可在听班长的话,明显事情不是明面上那么简单。 谁能想到,游千瑞此时在家给我带孩子呢? 我心教得自己那点情爱小事都顾不上了,就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上完洗手间,我才拦在他身前。 听我问他游千瑞的事情,他吐了个烟圈,不自主摇了摇头。 落寞的神情,带着对另一个人深深的惋惜,他向我聊起了他知道的一切。 游千瑞老婆叫唐曼,画画的,可画到瓶颈处,再没突破自我。 一次展会结束后,一帮人去庆贺。 唐曼是被展会负责人带过来的。 那个负责人是圈里有名的顽固子弟,没结婚。 饭局那么久的时间,两人密里调游。 唐曼根本不认得自己老公的学生。 班长说,真替有老师不值。 后来再次见到唐曼,是在那个负责人的公司里。 负责人痴笑,你怀孕了,不找你老公,找我算怎么回事。 他拦在男人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两个月里,我只和你有过肌腹之亲,你要不信,胎儿大点做杨川燕爹呢。 负责人就骂他,就算是我的,又怎么样? 唐曼理所当然地说,我们这么相爱,我离婚你娶我呀,刚好我怀孕了,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负责人简直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有病吧?脸怎么那么大呢? 谁要娶个二手货?滚。 没过多久,班长就听说唐曼自杀了。 之后他见了负责人,还听负责人调侃,那傻逼女人,临死前还威胁我娶她,真特么晦气。 他后来见过尤千瑞,整个人费了一般,沉浸在自责与愧疚当中。 他以为是他的照顾不周,疏忽了他的心情变化,才导致他自杀。 班长说,我当时屁都不敢放一个,有老师多好的人啊。 那女人真特么地贱,烂人,自杀就自杀吧,还特么装深情,钟情,让有老师蒙在鼓里。 我紧紧攥着手,深呼吸还不够,捶了两下胸口。 操。 我说,这样也好,总比知道真相后,连个质问的地方都没有得强,时间会带走一切。 班长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回到尤千瑞家里,抱起酣睡的家豪。 他在中途还睁了下眼睛,看到是我,上嘴亲了我一下。 放回卧室后,我想了好半天,拿了之前客户送的两瓶洋酒,又回到尤千瑞家。 他此时的状态,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和之前比,相差甚远。 只要不贪杯,叫两个好友,适时饮酒倾诉一下。 睡前小酌,都是能令自己转移注意力的好方法。 尤千瑞开门时,穿一身暗色睡衣。 额前的尸发,一缕一缕,黑眸犹如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球。 估计是刚洗了澡,整个人犯着粉嫩潮红,用名谋好池讲,都不为过。 他挺惊讶我拿着酒来找他。 之前客户送的,我也不喝,就给你送来了。 他接过去,想了一下,难为你还想着我这个导师,刚好我今天想喝两杯,一起吗? 听他真诚的语气,我以为他刚好想和我倾诉一下。 结果他坐在地毯上,长腿放平交叠,闭着眼睛,偶尔仰头转一下脖梗。 一副我听你说的模样,以为我心情不好,找他倾诉来了。 明明身处黑暗,却想着带给他人光明。 原本还良好的心态,被尤千瑞的体念而打动。 我鼻尖泛酸,不是为我自己,为他全心全意的爱,得不到善终。 我掩饰性地和他湖天海地地扯了一通,他眼撞上一副忧深的同仁。 他问,和姜牧也分手了。 我哑然,好半天才点了点头。 他专注的目光,包含了些怜惜。 这就是老师吧,永远为别人着想,永远无私。 我豪爽喝空了酒杯,站起来就走。 有老师,早点睡。 今天谢谢你,我心情好了许多。 再坐下去,我只怕我会挖了某人的坟。 让他睁大鬼眼看看,伤害一个这样的人,不怕永世不得超生吗? 家豪的爷爷奶奶过来了。 大包小包的,拿了挺多土特产。 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家豪相处,我直接让他们住在了家里。 幼儿园离家很近,就一个十字路口,他奶奶主动提及要接送孩子几天。 我今天刚好加班,七点左右,他奶奶打电话给我。 晚堂,我带家豪回去住几天,你上班辛苦,注意身体啊。 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挂了电话。 这不过节不放假的,家豪也好好的,突然回去做什么。 我立马回播,可怎么打都不接了。 班也不加了,我回到家,找家豪的东西,倒是都在。 可我怎么想怎么不对,再打过去,关机了。 脸上痒痒的,一摸,才发现,爬满了泪水。 我收拾了几件衣服,背包就走。 刚上电梯,一股刺鼻的酒味扑面而来。 我下意识往后一退,才看清是尤千瑞和班长。 尤千瑞短发凌乱,醉眼蒙地看了我一眼,一张脸惨白地吓人。 班长在他身边,要服不服地一脸焦急。 看到是我,脸上的表情很是精彩。 万堂,你,我红着眼睛,估计怎么看怎么令人多想。 这酒味,全是尤千瑞身上的。 但他脚步一点不虚浮,走出去还问我, 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去哪儿呀? 班长听见尤千瑞这么问我,嘴巴张得老大,迅速按电梯。 尤老师,万堂,我还有事先走了,再见。 我心里急得不行,想走。 回头看尤千瑞,可他不知道多会扶着墙的, 突然看起来就不太好了。 尤老师,你怎么了? 我走过去,寻他的眼睛。 他眼眶通红,腮帮子紧紧咬着,心里一正。 手机响了一声,拿出一看,班长发来的。 万堂,尤老师都知道了,可他除了多喝了两杯,没什么反应。 既然你在,那你好好照顾他。 尤千瑞差不多一米八十八个头,我过去轻轻把他往我身边扶了扶,他便一下扎我身上。 腰背他死死还着,我整个人都嵌在他怀里。 腰间的手越来越紧,他抖如筛糠,突然压抑地低吼一声。 那破碎的音调,让人跟着心里一痛。 这时候,他情绪不稳定,把我当作发泄释放情绪的对象,做出什么举动,我也不当真。 可我想到家豪,不知道他是不是自愿走的。 心里越发难受得紧,眼泪倾泻而下,渐渐地抽烟出声。 尤千瑞僵了一下,放开我靠在墙上。 头顶的光明黄黄照在他脸上,那双黑眸也变得通红,矿里蓄满了泪。 他嘴唇紧泯,伸手用指节刮掉我的泪。 你哭什么? 我边哭边磕磕巴巴地先安慰他,有老师,以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未来你会过得很好的。 他默了一瞬,神色看着清明了一些。 估计是看我哭得丑,他又有些嫌弃地帮我把头发别在耳后。 嗯,我没事,说说你怎么了? 我再也撑不住,歪一声哭出来,说好家豪给我养的, 可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就把他带走了,我电话也打不通了。 我想去看看家豪,看他到底怎么了?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 尤千瑞此时也愣正了,他安抚性地拍了拍我头顶。 别怕,有我在。 跟我回去拿几件衣服,我和你一起走。 我连夜开车,往回赶。 尤千瑞在车后坐,一直提醒我别着急。 想到今天是他最难过的一天,也许比丧期的那天,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就很愧疚。 走的时候,我是拒绝的,但他神色坚定。 你一个女人过去那么远的地方,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凌晨六点,尤千瑞睡醒了,他抬头问我,快到了吗? 换我开,你休息会。 我按着我妈给的地址,找到一户人家。 指着那孤零零的一户,导航就到这了。 六点半,从屋里出来个人,是家豪爷爷。 我赶忙下车,他看了一眼,马上反身回屋。 直觉不对劲,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我就站在门外喊,家豪,是姨姨,你能听见吗? 就这么折腾了半个小时,家豪他爷爷奶奶出来了。 他爷爷明显底气不足,可开口说话,却理所当然,家豪以后就跟着他叔叔生活了。 你别再过来了,家豪和你没关系了。 我一听,也没和他废话,一会回来待几天,一会又和他叔叔生活,家豪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你这样我可报警了。 家豪他奶奶说,我们是他直系亲属,家豪由我们做主。 我忍无可忍,当初是谁跪在地上求我养家豪的。 现在好不容易适应了,你们突然又带走了,家豪到底在哪里? 尤千瑞一只手一直拉着我,制止我冲上去。 他说,不管是直系亲属还是爸爸妈妈,都不能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 晚堂一直养着孩子,你们有什么理由突然从他身边带走人? 他爷爷像是突然换了个人,冲我们暧昧一笑。 你这换男人的速度可以啊。 怎么,这么多男人尚赶着要替别人养孩子吗? 你还挺会来世啊。 我气急了,你们算什么家豪的亲人。 当初是谁不要他的,孩子不会被你们敛财卖了吧? 像你们这样的人,我姐夫泉下有之,不怕他来找你们吗? 我本是气急了乱说的,可他们当时就变了脸色。 我心狠狠地往下沉,只希望事情不要到无法转环的地步。 我带着哭腔,声线都是颤音,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趁现在时间不是太久,快告诉我,家豪在那里。 他是我姐姐和姐夫最爱的宝贝,你们不能这样。 家豪他爷爷勾着头,浑浊的双眼悠悠冒着寒光。 放屁,家豪他爸妈都死了。 是孤儿,被别人领养了,有问题吗? 你别再问我了,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尤千瑞挡在我面前,没等我反应过来,突然听见趴得闷闷一声响。 我窜身过去一看,尤千瑞的额头已经有血往下流。 我反身就往过扑,老东西,你也不怕你儿子的孤魂,夜夜站你床边看你,无耻的老不死的。 老头手里还拿着一个带血的陶瓷碗,估计也没想到真的敲到人。 就那么愣着,被我连抓带踢地弄出一身伤。 尤千瑞和家豪他奶奶两个人,都没能拉住我。 家豪他奶奶用了云南白药,又给尤千瑞包扎了伤口。 老头站那里,也不说话了。 尤千瑞就劝说,家豪到底是你们的孙子,真要抚养,晚堂是最合适的人。 你们不懂法律,收了别人钱,这可就是犯罪了。 拐卖儿童最低都是五年,情节严重的死刑,你们年纪大了,好好养老。 我跟着劝说,万一遇到什么变态,家豪出事了怎么办? 不可能,那牧民看着很老实,不会有事。 他们挺有钱的,家豪会过得很好。 我和尤千瑞对视一眼。 尤千瑞突然变了脸色,声色俱利,收了多少钱。 我双倍给你,不然我们就报警。 尤千瑞开车,按着家豪奶奶给的地址走。 昨天家豪去了幼儿园后,他奶奶就直接和老师请了假。 所以,昨天下午,家豪就已经被卖去牧民家里。 那牧民挺大方,给了八万。 我给他奶奶赚了十万,我说我去要孩子的时候,还要给人家钱。 一来一回你们从自己儿子的遗孤身上,挣了十八万。 我明确表示他们以后不要联系家豪。 更不要来联系我,不然我就报警把事实说出来。 牧区这一带地方,一片荒原。 下午八点,这个地方的天,此时还没完全黑。 有一户人家,门前有棵大树。 大树上拴着一只狗,狗旁边背对着我们,坐着一个孩子。 小小一只,缩在那里。 我和尤千瑞商量了一下,然后打开车门走过去,试探地叫了一声,家豪。 那孩子猛地回头,一张小脸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都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 见到是我,张了张嘴,姨姨。 后来确认就是我,就开始大声哭嚎。 姨姨,姨姨,家豪想你,你别不要家豪,家豪听话。 他的脚上,绑着和狗一样的绳子,起来跑了几步,被长肚牵制又摔回地上。 我赶忙安抚他。 家豪,放心,姨姨会带你走。 没等我跑过去,家豪已经被急步走来的老汉抱起了。 你们谁呀? 游千瑞紧走几步,站我前面,我们是家豪的爸爸妈妈,之前和他的爷爷奶奶闹了点误会,导致孩子被他们送人了。 你出了多少钱,我们双倍给,把孩子还回来好吗? 那个老汉咧嘴一笑,手里的长鞭,一甩,扒一声,比鞭炮还响。 骗谁呢?这孩子不是孤儿没人养吗? 别过来啊,赶过来,我抽不死你。 家豪豪的满脸通红,大吼,妈妈,爸爸,救我,救命啊。 我的心狠狠疼了一下,这一生爸妈,有多少期盼和渴求在里面。 她那颗小小的心,在短暂的时间内,又熬过了多少失望与恐惧。 我不确信是她反应快,想要我们救她,才叫的爸妈。 还是她压根想喊的,就不是我们。 那老汉这才变了脸色,可又马上板起脸,他妈的,那姓鱼的骗老子。 这可是我们花了五万块买回来的,你想带回去就带回去。 五万块?比他们说的还少三万? 就为了区区五万块,这可是他们的亲孙子呀。 我心里酸得厉害,这时有个妇人过来,围着围巾,我们买来的,就是我们的,除非,你再拿一个孩子过来换。 家豪一直哭,声音渐渐嘶哑,到后来越来越小声。 我心急如焚,扯了扯油千锐的衣袖。 此刻,从远处传来若有似无的警报声。 那老汉眼神迷茫了一瞬,后一正,呼得一鞭子甩过来。 没有任何防备的我,被油千锐揽过去,转了个身。 鞭子全部打在油千锐身上,就算这样,我的小腿还是被长鞭扫了一下。 声疼。 抹个批的,是不是你们报的警? 我们又没犯法,你们报警干什么? 我赶忙摆手,不是我们报的警,你先放了孩子,孩子不舒服。 老汉显然不信我的话,一手高举家豪,就想往下扔。 我和油千锐同时扑过去,使他向后猛地退了几步。 可就算这样,力大无比的老汉,还是将家豪甩了出去。 就这么一会儿,两辆警车已经围了过来。 家豪到我怀里时,脸都紫了。 身上也看不到外伤,警察建议迅速送往医院。 我敞开他的衣领,手足无措地抱着他大哭。 油千锐接过去,掐虎口,又掐人中。 慢慢地,哭声渐渐连续,脸色也正常了。 油千锐为了赶时间,和警察说了几句话,然后给了警察录到的视频。 我们先把家豪送往就近的医院查看。 其实,从家豪奶奶家开始,油千锐就一直都开着视频。 画面不清晰,但录音很清楚。 这还是在我们去牧民老汉家接家豪时。 油千锐告诉我的。 他说,你傻不傻,这就是个无底洞,你觉得你说那么几句话,他们就不再找你和家豪了吗? 我当时头脑发懵,只觉得他想得真的很周全。 他说,大学时候的那个机灵劲哪去了? 一会去了,警察嘱咐的话,一定要听,我们就确认是不是家豪,他是否安全就好,千万别试图激怒他。 到了医院后,给家豪做了全身检查,万幸,一点是没有。 有些皮肤擦伤,都算不得什么。 只是,家豪特别害怕我不在,一直拉着我的手,连睡觉都不松开,完全失去了安全感。 我咨询了我和家豪这样的情况,回去之后,直接带着于家豪去法院办理了监护人手续。 后续拐卖问题,证据充分,家豪奶奶和牧民老汉都被判刑了。 买方判的是三年,买方判了五年。 当然,钱都退回来了。 那天回来后,我一直惦记尤千瑞身上的伤,可他死活不给我看。 还一脸正义,你是想占老师便宜。 我可不管那些,态度强硬地问他,是让我涂药,还是去医院。 他没办法了,脱了上衣。 其他的我,根本没在意。 只能看见皮肉上,突出的一条紫红色边痕,从肩甲伸入腰臀。 一眼扫过去,心都跟着摇了一下。 我一边去那个牧民老汉,一边又说他, 有老师,你能不能下次先顾着点自己? 你这样,爱你的人知道了,该多心疼啊。 说完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 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 可尤千瑞并没有意料之中的伤心或者难过, 他只是回头笑着问我, 你觉得,我能看着你挨打? 好吧,我被他打败了。 回家后,我就对着于家豪念叨, 好好,以后对尤叔叔好一点, 尤叔叔是你的救命恩人, 没有尤叔叔,一一一个人真的不行。 家豪保证得特别好, 也在回来之后,很依赖尤千瑞。 可他突然有一天, 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一脸期盼地问我, 我可以叫你妈妈吗? 我又高兴,又有些紧张。 高兴的是, 我爱着他的同时, 他同样也爱着我。 紧张的是, 方年二十八的我, 有了个马上须五岁的儿子, 可真是不可思议。 对于叫妈妈这个事情, 家豪转换得特别快, 而且好像在叫了妈妈之后, 他特别地高兴。 而对尤千瑞, 他产生一种崇拜与仰慕之情。 在看见尤千瑞的时候, 眼睛一亮, 就网过扑。 尤千瑞对家豪, 更是宠爱有加, 两人一见面, 就玩得肆无忌惮。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尤千瑞一整天都是笑着的。 他能从早到晚, 不厌其烦地陪着家豪看书, 闹腾, 吃饭, 睡觉。 我本来对家豪特别依赖尤千瑞这件事, 还觉得挺麻烦他的。 可是, 尤千瑞好像乐在其中。 后来, 他直接会在家豪下课的前半个小时, 打电话向我确认, 今天是不是能按时接到于家豪。 如果我晚一会, 他就直接告诉我, 他去接。 比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省心了许多。 我还想着, 让尤千瑞认家豪当干儿子好了。 可我在这天, 却见到了好久不见的人。 我和同事路过万豪集团办事, 远远看见一个背影。 是江木也。 已经小半年过去了, 我们之间断得干干净净。 这还是我们分手后, 我第一次看见他。 你看, 这个快节奏的年代, 微信一删,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不见。 这时候见到他, 我的心已经很平静了。 可看见他脊背有些勾搂, 背影看着很寂寥。 还是被刺激了一下, 酸酸麻麻的。 我走过他身边, 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无知无觉, 盯着手机看。 神情落寞, 哪能窥见一丝顽酷子弟的嚣张性子。 也不知他此时看到了什么, 眼神温柔, 嘴角突然牵起。 他就那么从我身边, 捧着手机擦肩而过。 我张了张嘴, 刚想叫他一声。 一个犹如黄梨的清脆女声喊, 也割。 然后两人相伴离去。 那一声, 将我惊醒。 前任最好的存在方式, 就是当彼此已经死了。 周五下班后, 外面下起了小雪。 我站在公司楼下, 看漫天飘洒的雪花。 视线一转, 尤千瑞一手直肠饼黑散, 一手抱着于家豪, 向我走过来。 满目地雪白, 洋洋洒洒。 我看着那道穿着黑色泥大衣, 挺拔高大的身影。 那个轮廓分明的脸上, 挂着淡笑, 不疾不许走近我的人。 家豪喊了一声, 妈妈。 我心念一动, 突然就红了脸。 这一瞬间, 想及了丈夫抱着孩子, 接妻子下班的场景。 游千瑞走过来, 从家豪怀里拿了件衣服, 给我披上, 很自然地顺手给我拢了拢。 冷不冷, 晚上吃什么? 我接过家豪抱在怀里, 使劲低头, 掩饰脸上的热议。 赶忙开口问家豪, 好好, 吃火锅好不好。 家豪巴基亲了我一口, 一边拍手一边兴奋地嚷嚷。 妈妈, 刚刚我和爸爸商量的就是火锅, 没想到你和我们想的一样。 我猛的一正, 感觉脸上的热议足够让我发烧。 没忍住掀起眼皮看了眼油千瑞。 他也是明显地愣了神, 本就受动发白的脸, 突然染上红意。 谁能想到这孩子, 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呢? 视线就这么相撞了。 我慌乱躲开视线。 刚下雪的台面特别滑, 高跟鞋又不稳, 我一级刚走两步就滑了一下, 往后倒。 身后的油千瑞将我和家豪搂了满怀, 可他也是穿的皮鞋, 和我的一样滑。 三人就这么蹬蹬蹬, 蹦了三个阶梯。 我的尾骨磕到拐角, 疼得眼泪往下落, 丝丝地抽气。 油千瑞起身, 把家豪从我怀里捞出, 放在地上。 然后猛地打横抱起了我, 摔着了。 摔哪了? 他见我没反应, 更急了, 我们去医院, 家豪快过来。 眼见他要往出冲, 我惊醒, 扯他衣领。 我没事, 我没事, 别着急。 回家后, 油千瑞和家豪晚安。 我一个人在厨房里收拾火锅食材, 身后有些熟悉的气息, 向我靠过来, 我猛地一震, 手也不利索了。 拿着菜刀, 就要往手上切。 油千瑞眼疾手快地握住我的手。 指尖触碰的瞬间, 我像是背叹了一下, 迅速扔了刀, 收回手。 头顶的灯光照在油千瑞脸上。 俊荣有片刻地僵硬, 神色落寞, 眸子也煞事暗了。 但他马上恢复了旧日的神情, 挂上笑颜, 慢点切, 又不着急吃。 说完, 转身走了, 再也没进来。 我在他落寞的一瞬, 心纠缠地疼了一下。 我很清楚, 有些不一样的情愫, 在我们之间产生了。 我和油千瑞相处的这段时间, 那些难过, 着急, 遇到所有处理不了的事情, 都是他在我身边一直陪着我。 那个永远不疾不虚的老师, 为了我, 几次焦急往前冲。 那个温柔克制的老师, 也会失控抱着我, 哭到让人跟着心痛。 吃饭的时候, 他少见地没有和我说话, 只是挂着笑, 陪着家豪说了好多幼稚的话。 那笑意, 没达眼底。 直到这天, 我接上家豪, 去外面领他吃了个麦当劳。 等回去后, 已经停晚了, 老远看见小区外停着警车。 我抱起家豪, 往丹原门那走, 跟着围观人群, 凑热闹。 这是出什么事情了?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这不是你儿子和老婆吗? 我眼见油千瑞越过人群, 向我跌跌撞撞跑过来, 然后猛地把我和于家好搂了满怀。 我张了张嘴, 话梗在喉咙边, 吐不出来。 警察走过来, 对着我笑了下, 也没埋怨油千瑞。 可把你老公急坏了, 两口子有事好好说, 别再不打招呼地跑出去了。 再说了, 还有这么点个孩子, 多危险呢? 我疑惑归疑惑, 但还是忙着道歉, 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走一趟,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不是一家三口, 这是我的邻居。 这周围的邻居, 看我们三个人经常走在一起, 就默认了是一家三口。 也不知道油千瑞是怎么和警察说的, 怎么连警察都误认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说完, 感觉油千瑞揽着我们的身体, 突然僵硬了, 然后他立马就退到了一边。 警察走后, 他一贯温和淡雅的气质, 莫名地冷了几分, 额钱地发乱了, 白着的那张脸, 显得眼眸格外的黑。 他问我, 手机没电了。 我把家豪放在地上, 摸了摸裤兜, 没有手机。 翻了翻包, 才发现手机丢了。 我躲着他的视线, 心虚感越来越强, 还有一丝愧疚。 他一定等急了吧, 每天习惯了一起吃饭, 天天惊天, 我没告诉他。 他以为我们出事了吧, 不然怎么会惊动警察。 见我眼神慌乱, 他转身进楼, 又顿了下脚步, 回身把家豪抱了起来。 家豪看出 尤千瑞散发的气场不对, 小手往尤千瑞脸上一摸, 又亲了亲他的脸。 妈妈真是个大笨蛋是吧。 尤千瑞笑了笑, 面向于家豪, 但话是对我说的。 手机丢了没事, 明天再买一个就行。 我意不意去跟在身后, 说了声好。 虽说他还和我正常说话, 和平时没两样, 可我总觉得他和我, 无形中, 拉开了些距离。 果然, 走到门口, 他连门都没进。 放下于家豪, 摸了摸他的头, 和他打了声招呼。 他连眼神都没分我一个, 毫无留恋地走了。 于家豪在他转身之后, 冲我贪了贪手, 小声说, 妈妈, 你完蛋了, 爸爸生气了。 好吧, 是我的错, 他生气应该的。 于家豪睡了之后, 我就在门口的猫眼里, 盯着对门。 手机也丢了, 没法联系。 他也不来看看家豪, 看看他睡了没有。 盯得我的眼睛酸得不行, 突然看见对门的门开了。 我猛地一跳, 三步并两步往洗手间冲。 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 慌慌张张, 又往身上少量不做作地 喷了点香水。 往沙发上一坐, 就等着敲门了。 我想着, 他过来了, 我一定和他好好道歉。 可是, 并没有等来敲门声。 游千瑞, 他也不归宿了。 因为我就在门口, 竖起耳朵听了一晚。 电梯和开门关门声都没有。 我承认我酸了。 我和家豪收拾好之后, 打开门送他去幼儿园。 一开门, 家豪叫了一声, 爸爸。 这孩子, 我得和他说道说道。 爸爸可不能瞎叫, 别再影响别人私生活。 我垂着眼睛, 拉着家豪进电梯。 游千瑞也上了电梯。 他抱起家豪, 低沉温润的嗓音, 尤为好听, 昨晚睡得好吗? 我睡好了, 妈妈没睡好, 他在门口守了一夜。 我猛地瞪大眼睛看他, 听我说谢谢你。 瞎说什么呢? 妈妈那是清扫地点呢。 余光扫到游千瑞, 他还疑惑地挑了挑眉头。 为了不让于家豪乱说话, 我赶忙义正词严地教育他。 家豪, 以后不许叫游叔叔爸爸了, 游叔叔以后会有他自己的家, 会有他自己的孩子, 你可以认他做干爹, 但不能影响他的私生活。 于家豪左看看又看看, 没说话。 下了楼, 游千瑞说, 上车, 我送你们。 我不同意, 不了吧, 别打扰到你正常的生活。 听听, 多酸。 但我控制不住。 可游千瑞面色不好, 他把车钥匙直接给了我。 我疑惑地问, 游老师, 没醒酒呢? 不能开车? 游千瑞嗡了一声。 好吧, 做一回好人。 宋家豪进去幼儿园后, 一上车, 游千瑞就问了我一句, 你真的希望, 以后我有自己的家? 我听听他说的话后, 心直接乱了, 心浮气躁的, 感觉连耳朵都烫了, 我特别想问他, 昨晚去哪了, 可我愣是没敢开口。 就这么一会的时间, 游千瑞就等不及了。 他扯着我胳膊, 捏起我下颌, 垂着眼, 吐气如蓝, 摆碗堂, 想不想和老师在一起。 要不要, 让我真的当于家豪的爸爸? 我心肝颤了一下, 抓着他骨节分明的手腕, 害怕自己马上没出息地缴械投降。 游老师, 你想好了吗? 你真的喜欢我吗? 我觉得, 表白的前提是, 互相坦白。 可他明明, 昨晚才夜不归宿, 我总得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 游千瑞黑眸一顺不顺地看我, 神色凝重。 突然朝我猛地亲了过来, 呼吸杂乱无章。 我鼻尖一酸, 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游老师吗? 游千瑞从嘴唇辗转过唇角, 来到鼻梁, 又吻掉泪水。 他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问我, 你哭什么? 我哭才对吧, 好不容易表白一次, 还被你质疑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那我这样做, 能证明我喜欢你吗? 我被气笑了, 什么吗? 这人真的是, 我也直说了, 你昨晚夜不归宿, 住哪了? 游千瑞一手攥紧我双手, 一手握着我下巴, 黑眸里全是不解, 我多会夜不归宿了, 你别冤枉我。 那你昨晚出去干嘛去了? 我可是守了一晚上, 你没回来。 游千瑞愣了一下, 放开我后就那么靠在后背上, 笑声异常地开怀。 低沉悦耳, 犹如大提琴般划过耳骨。 我不理解。 他笑什么? 笑了好一会, 才又把我拉在怀里, 捏我塞鞭肉。 你确定, 你是一直盯着我上了电梯, 然后下去了吗? 我不说话了。 想了一下, 马上反应过来了。 昨晚我看他出来后, 马上进洗手间, 那会他应该是来到了家门口。 可最后他止步, 没进来, 又回去了。 我酸了一晚上没睡, 此时就想当个鸵鸟, 能不抬头就不抬头。 游千瑞捧起我的脸, 再一次汹涌地夺取了我的呼吸, 鼻腔里全是毒属于他的味道。 那种称之为雄性激素, 与皮脂腺分泌物混合后发出的气味, 也叫荷尔蒙的味道。 好上头。 我和游千瑞确定关系后, 最兴奋地当属于家豪, 游千瑞腿长, 坐沙发上级喜欢左拥右抱。 他明润的眸子里, 满是深情的爱意。 至于称呼, 我只叫他老师。 至于原因, 我喜欢看他在正经微坐时, 栖身上前叫个游老师。 他的克制, 自控, 请客间禁数退去。 只剩无尽的欲望, 染了那双清润的眸子。 家豪喜欢在每天醒来时, 跑来我们的房间。 他小脑袋轻轻抵着游千瑞的头, 不打扰他睡觉, 小声说, 爸爸, 谢谢你。 然后跑来轻轻我的脸, 咯咯地笑, 妈妈, 我爱你。 等他走了之后, 我和游千瑞睁眼对视笑一下, 再抱着继续咪一回。 后来某一天, 我随口问游千瑞, 你之前, 真的一点不知道唐曼的事情吗? 游千瑞愣着了一下, 说, 我在他去世那天, 看了他的手机。 我爱他历经千番的阅历, 爱他遍体鳞伤后的疤痕, 更爱他永远相信爱情的那颗赤诚心。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